年轻少妇,丈夫因病,不得生育 真情求援,富婆百万元,重金求子 渴望财色双收,他们一次次的给富婆贵钱 六个账本,受骗人遍布全国各地 烟灵从二十四多岁到七十多岁 稍后《金日说法》为您播出《桃色陷阱》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金日说法》 很多人在电线杆上或者是小报小刊上 看到过这样的广告 比如说某年轻美貌的少妇嫁给了富豪 丈夫没有生育能力了 现在特寻求一人帮他原作母亲的梦想 怀孕生子后酬金百万 这样的广告您会信吗 不管您信不信 今天我们节目里边的两个人 他们深信不疑 那结局会如何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他叫赵建华,今年三十岁,重庆人 2011年10月1日 赵建华有事坐车出门 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 报纸里面刊登了大多是军事和国际时事之类的内容 翻了几页之后 两个版面的内容引起了赵建华的注意 这两个版面里刊登的主要是重金求子 千里巡员之类的一些广告 赵建华对其中的一条广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广告的内容是汽车名模加美国富商 丈夫因酒后驾车遇车祸 治残不能生育 为继承上亿佳业 特寻找一位健康男士 原我做母亲的心 若有诚意 通话满意 寄付四十万订金 怀孕后众谢四百万元 刊登广告的是三十岁的 肤白丰满亮少妇杨丽 旁边配图中的女子 年轻时尚 性感良丽 赵建华已经结婚 有了四岁的女儿 妻子和女儿在毕山县的老家生活 他和父母常年在五龙县做小吃生意 赵建华当时心里想 如果能和这样的一位年轻靓丽的女子结缘 帮他怀孕生子 不仅能有一段艳遇 更能得到高达四百多万元的酬谢金 这可是他想都没想过的天文数字 赵建华决定抓住这财色双数的天赐良机 他立即给广告上面的电话打了过去 陈主任同时提出 要想跟这位杨女士结缘 帮他怀孕生子 必须要先缴纳一点费用 陈主任告诉赵建华 他们所是合法正规的律师事务所 全权代理杨女士在内地重金求子的一切事宜 这三百元钱是他们收的诚信保证金 陈主任还把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详细信息 用手机发了个短信过来 陈主任随后又发来了律师事务所会计的银行账户 这两个短信让赵建华对陈主任和杨女士的身份深信不疑 另一位叫李春波的男士也有同样的奇遇 54岁的李春波也是重庆人 近几年在河南洛阳的建筑工地打工 2010年9月20日下午 李春波在工地的宿舍休息时 随手拿起了房间里的一份报纸翻看 看了几年之后 李春波发现里面有很多寻缘求子的广告 在一个名为情缘之家的小板块里 李春波看到其中有这样的一条广告 性感美少傅周丽 28岁 丈夫外伤 因意外事故造成下身瘫痪 不能生育 庞大家业 无子继承 特寻异地 健康 无不良嗜好的男士共运 通话满意 会40万订金 即飞往你处同居 见面里80万元 怀孕后一次性400万元的筹席 广告的旁边 是一张年轻靓丽的女士的照片 打电话 本人打电话同意之后 就走回去找你处 难免死俗 这条内容让李春波惊呆了 如果怀孕成功 共有高达500多万元的筹席金 这可是他打工一辈子都难以挣到的 而且这位小姐年轻漂亮 美貌无比 李春波虽然已经年过五旬 但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算强壮 帮周小姐实现这种愿望是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周女士说 长交密友不影响家庭 李春波纯心荡漾了 李春波的妻子在重庆的一家公司上班 儿子在四川读大学 李春波决定瞒着妻子和儿子跟这位周立小姐联系 当天下午他就打通了广告上的电话 接电话的也是一位自称王律师的男士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赵建华和李春波按照对方的要求分别汇过去了三百块钱和八百块钱 因为交了钱 你就可以直接跟广告里边说的那个富婆通话了 赵建华和李春波都想着尽早的见到他们心目中的那位靓丽的少妇而且拿到酬金 2011年10月1日上午 赵建华在汇去了三百元的保证金之后 从律师事务所的陈主任那里拿到了杨丽女士的电话号码 赵建华激动的打了过去 电话中赵建华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杨女士表示非常满意 但是有些事还是要跟她的律师联系的 赵建华马上联系了陈律师 咨询她还有什么手续要办 2011年10月1日当天 赵建华又去银行分三次给陈主任汇去了一万三千五百元钱 而在河南洛阳打工的李春波也按周立小姐的要求 汇去了七千五百元的同居证明费用 实际上李春波在给对方汇去这七千五百元钱的同居证明费用之前 已经按照周小姐律师的要求给对方汇去了四千元的公证费和五千八百元的税费 至此李春波已经先后给周小姐汇去了共一万八千一百元钱 李春波常年在河南打工 每月的收入也就两三千元 这是自己近两年打工攒下的全部积蓄 汇了钱 她没有分别给广告中的富婆打了电话 询问什么时候可以见面 赵建华和李春波都在期待着那天早点到来 2011年的10月10日在认识杨女士的十天后杨女士又打来了电话 杨女士提出让赵建华再给两个红包 他们这事才激励 2011年10月16日 赵建华再次给杨女士汇去了两万元钱的红包费 至此赵建华已经花去了四万一千八百元钱 这些钱是他和父母去年一年卖小吃挣的钱 而李春波也给周小姐汇去了两个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的红包 分别给周小姐和他的母亲 因为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完 这些钱是李春波找亲戚朋友借的 前后五个月的时间里 李春波先后十三次给对方汇过去六万零五百九十八块钱 但是他始终没有见到广告里边所说的那位美丽少妇 更别说那五百多万的酬金了 那是连影都没见着 李春波这才感觉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而赵建华先后给富婆杨女士汇了四万一千八百块钱的各种费用之后 他也在焦急的催促着杨女士 尽快赶过来跟他见面 我那次一回头 还有其他什么 还有一几万三千块的杂质品 当时我就有点高呼了 令赵建华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杨女士和他的律师说 还要再交一万三千五百元的什么费用 赵建华开始觉得这是个无底洞了 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他和李春波分别到公安机关去报了案 非法的报刊 虚构的律师事务所 一个二十几岁的区块人浮出水面 二月份的时候交易不能十分频繁 人相对比 警方确定嫌疑人 在李明显看到李明显的一个姐妹的情 桃色陷阱 金说法正在播出 实际上 在这两个人报案之前 重庆市和壁山县警方 已经接到了几起类似的报案 警方分析 这是一个虚构身份 以重金求子为诱饵 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 受害人 都是边缘山区的村民 他们被骗的金额少则一两千 多则五六万 甚至更高 他们对这方面的鉴别的能力有限 所以比较容易上当 往往被骗的人 家庭条件并不好 经济条件并不好 重庆市壁山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侦办此案 办案人员通过分析发现 几个受害人给嫌疑人打款的银行账号都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跟对方联系的电话号码也是相同的 这应该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为 受害人所见到的也仅仅就是 在报纸上刊登了那个父婆的照片 没有见过任何人 仅仅就是通话而已 那么现实中究竟有没有 那两个分别名为杨丽和周丽的父婆 是什么人在报刊上刊登了重金求子的广告呢 警方首先想到 也许这些报刊的编辑部或者广告部能提供一些信息 这些报纸包括有规律军事的网 世界军事三个令独 还有试试参考 都是我们手上提供给我们的报纸 然而翻遍这些报纸 办案人员也没有找到编辑部或者广告部的地址电话 而因为报刊的发行 要经过出版和工商部门的审批和备案 办案人员来到了毕山县工商管理局 这里可以查询到全市的报刊登记信息 工商局没有这些报刊的登记信息 这时办案人员注意到 这些报纸中都印有油发代号 因为每个报刊都有一个固定的油发代号 通过油发代号能不能查到这些报纸的资料呢 办案人员来到了邮局 通过走访邮政局 办案人员发现 这些报纸的油发代号 竟然都是冒用别的报刊的代号 经过进一步的查询 他们发现 这些报纸上印的刊号也是虚假的 看来这些报纸极有可能 是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的非法报刊 通过报纸找人的这条路 好像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这时候办案人员又想起 在这两起案件当中 负责为富婆公正并办理手续的 那两名律师都自称是 重庆建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或者律师 而且他们还向受害人提供了 工商注册号等等信息 那么有没有这个律师事务所 有没有这两个律师呢 办案人员对此也展开了调查 民警通过到那个工商局 以及律师协会 司法局这些进行调查 这些律师事务所都是虚构的 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律师事务所 非法的报刊 虚构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看来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办案人员对于受害人提供的 嫌疑人的银行账号进行了梳理 围绕着这个账号的取款记录 又进行了调查 它的取款地大多是在 我们币城的币城街道 一个建行的律师所 和大陆街道一个律师所 这个账号的取款记录 几乎全部是在这两家银行的 自动取款机 办案人员随即前往这两家银行 调取了这个账号的取款监控录像 那么这个取款的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是谁呢 办案人员打印了取款人的视频截图 在这两个银行周围进行了大量的做法 然而并没有人认识这个取款人 办案人员又将取款人的照片 和近几年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 违法犯罪人员的照片进行了并对 我们在近三天比对了大约三百多个 违法犯罪人员的这个图像 然后在这三百多个人当中 我们锁定了这一个嫌疑人 你看他的眼睛 单眼皮的特征非常的明显 然后这个眉毛在里面 明显看得到有这个姐妹的情 这个人叫钟鸿招 二十六岁 重庆市永川区人 通过比对钟鸿招进入警方的视线 他的相貌和嫌疑人非常相似 而且钟鸿招也曾经有犯罪前科 钟鸿招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拘役三个月 2008年11月刑板释放 这个区块人的出现在整个案件当中 是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起来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那么找到这个人 对这个案件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办案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 钟鸿招刑板释放之后就在碧山生活 他有个女朋友叫江林 是碧山县当地人 江林的家就在碧山县大陆街道的一个村子 而他家距离钟鸿招经常去取款的那个银行非常紧 这一发现让办案人员的信息倍增 他们立即赶往江林家 江林家大门紧锁已经空置了好几年 邻居说江林的父亲在三年前因病去世之后 江林就和母亲王兰在碧山县城居住了 他们两年前还在县城花三十多万元买了一套房子 但是他们在碧山具体做什么邻居也不知道 据说买房的时候 当时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 但是现在都已经还清了 很快警察了解到 钟鸿招和女朋友江林母女 在碧山县城沿河西路龙小区区中 那套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子 以及这辆奇瑞小汽车 都是以钟鸿招和江林的名义购买的 就是钟鸿招和江林两人没有固定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经济收入情况还是很可观的 经过对钟鸿招等人的进一步调查 警察发现钟鸿招从银行取出来的钱 大多存在了江林和王兰的账户上 江林和王兰平时的开销 使用的也是这些钱 综合所有的信息 警方判断 钟鸿招的女朋友江林 和江林的母亲王兰 应该参与了诈骗 因为这些诈骗案中 本身就出现了很多的 那种女士的身份 女士的身份 有伪装复活的 有伪装 比如说什么工作人员的 就有女性出现 2012年4月20日 钟鸿招江林 江林的母亲王兰被带到了公安机关 他们三人很快承认 正是他们冒充了富婆 律师等人 以重金求责的手段 对赵建华等人实施诈骗 在钟鸿招江林的家里 办案人员搜出了大量 刊登有重金求责广告的非法报刊 在他们家中 办案人员还搜出了六个账本 里面详细记录了 从2009年开始至被抓获前 他们诈骗每一个人的详细记录 赵建华和李春波被骗的记录也在其中 办案人员对账本进行了粗略的统计 发现共有44个受害人 他们被骗最少的是几百元钱 最高的有13万多元 总额80多万 受害人遍布全国 案子涉及到从本地 就是我们重庆本地的受害人 然后都是四川 然后田津 河北 江苏 等这些地方都有 烟灵从20多岁到70多岁 不登 富婆律师 原是一家三人精心扮演 然后聊聊他们的对方的家庭情况 亮丽少妇都是网上下载的美女图片 就是百度图片啊 那些能够搜索到的 千里巡园 这竟是一个个诱人的陷阱 那个前方一谈 什么光谬的 桃色陷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目前 钟洪昭和王岚江林母女 已经因为涉嫌诈骗罪 被批准逮捕 钟洪昭和江林 本来是一对恋人 原本打算今年10月要举办婚礼 可婚礼还没办呢 三个人 即将成为一家人的这三个人 同时进了看守所 等待他们的也不会是婚礼了 而是法律的审判 那最初这三个人 是怎么想到 用这个方法来骗人的呢 在重庆市碧山县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钟洪昭和王岚母女 26岁的江林 早年曾经在厦门的一家工厂打工 每月工资一千多元 在厦门打工期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了可以冒充富婆求子骗钱的办法 2009年 他回到重庆碧山老家 叫着男朋友钟洪昭 一起用这个办法开始骗钱 当时我也没有考虑这么多 你觉得这个 挣钱挺容易挣钱的 就跟他做了 钟洪昭与江林同岁 是中学同学 两个人谈朋友也有五六年了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钟洪昭之前在老家帮人开车 女朋友从厦门回来提出的这个赚钱的方法 他同意了 但因为觉得两个人有点少 他们想到了让江林的母亲跟他们一起来做 当时就是我负责接电话 负责接电话 然后他就办女士 家中唯一的男士钟洪昭 扮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或者公证人员 他的女朋友江林扮演求子的复活 而母亲王岚有时扮演年龄稍大点的复活 有时也扮演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什么的 江林所扮演的女士的作用在于稳住受害人 让对方相信自己 并不失时机的提出收取各种费用 针对三名嫌疑人所说的 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去公安机关开同居证明的说法 警方觉得非常荒谬 得知自己竟然是被这样的三个人给骗了 赵建华和李春波哭笑不得 非常的懊悔 那么钟红招等人的广告 是怎么刊登到报刊上的 广告中照片上那些时尚靓丽 性感无名的女士又是谁呢 由他这种小报的广告联络员嘛 他就打电话来问你 在不在他家里登广告啊 价钱多少啊 就是这样的 内容啊 然后就是说 我们说要多女士的年龄名字 然后内容他们就去编嘛 那这些照片是在哪弄的啊 你的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网上的照片 就是百度图片啊 那些能够搜索到的照片 因为利益的驱动 江林 钟红招等人 精心布下了桃色的陷阱 而他们最终自己也栽了进去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这类诈骗案对您来说 大概不算新鲜了 而且你看这三个人 这三个嫌疑人 这几年来一共诈骗了不止一个人 总金额八十多万 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 在量刑上对这个行为 它是怎么规定的 它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刑法当中 第266条 它规定有三个情况 一个数额较大 一个数额巨大 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件 应该说是 它属于一个较大和巨大 这个介乎这二者之间 那么如果是巨大的话 那就是五到十年 三到十年了 那么如果是这个 就是非常严重 刚才我讲特别巨大的 那么这就十年以上 甚至可能无期了 你看我们的节目 播出过很多预防诈骗 揭露骗局这类的片子了 其他的媒体也在介绍 为什么还会有人上这样的 一眼就看出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样的骗局 就是我认为人多多少少都是有弱点的 这个弱点不光是这些受害人 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 我们总是希望就是说 用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收益 那么一看到这种情况 他觉得这是双收 对吧 也就是说既有色 然后还有彩 这些东西都是很多人 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原因 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 他们看到的不是在电线杆子上 墙上贴的小广告 那些城市牛皮险 他们看到的是报纸 他们觉得这是公开出版物 那报纸上能瞎说吗 就是他这个片数当中 他这些报纸实际上是一个假报纸 他本身就用的也是一个假的 就是说这个片数 他从头到尾基本都是假的 除了那个给他汇款的 那银行账号是真的 其他全是假的 所以这种报纸 往往他欺骗性非常大 所以也应该督促我们相关的机构 来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比如说除了在打黄扫飞的这期间 我们严查之外 应该还应该有一个定期的 对我们这个报刊报厅 或者一些这种出版物 进行一个审查 和检查的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这些骗子的骗数在不断的花样翻新 他们也在利用一些新兴的媒介和交流的平台 在介入我们的生活 只有各个部门齐抓共管 共同努力 每一个公民也提高警惕 擦亮双眼 骗子才会无处可藏 我们的生活才有平安的保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研究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